這個 這個地方特別之外 他會跳到 user form 裡面的話請各位選一個事件 叫 Activate Activate就是當他活動的時候 選一下 那他做什麼事情呢 在CB01底下 怎麼樣 add item 然後分別是什麼 請選擇 業務 產品別 產品 客戶名稱 這個時候呢 也就是當什麼 當這個表單 我按執行 執行之後有沒有 這個清單 就會被加進來了 所以 實際上特別注意 就是 在表單上點兩下之後有沒有 去選舉這個事件 分別加入這一些東西 那到時候在這裡面 就會顯示出來 那因為他的名稱叫CB01 所以會把這個東西放在CB01裡面 所以下拉選單就會出現了 那如果按下 業務的時候按確定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判斷一下 當我按下這個 BTN01的時候 其實就在BTN01上面點兩下 就是 增加什麼呢 增加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 這個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要能夠怎麼樣能夠跳出我們這個選單 然後這個選單的話呢 要能夠根據 他所填的資料 去給 數字 那怎麼去接收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這個 剛剛的這個 HOME的表單 先做出來 可以參考一下 這邊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看 表單的部分 那等一下再來看 城市部分怎麼傳遞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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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